各位朋友 从各种迹象来判断的话 同盟军和米洋来军政府武装呢 在昆明的第三轮的谈判 好像又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1月9号下午11点30分左右 米洋来派出了战机 又对缅甸老街的城区 应该不是讲城区吧 应该是讲东湖风景区 在城区的外围进行了轰炸 而且据说有14处的弹坑 但是这个轰炸就像缅北的战士一样 就比较佛系了 专挑没人的地方扔 那是米洋来是在单纯的示威吧 好像是必须得给东方大国面子 不敢往城区扔炸弹 是不行的 好吧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最新的消息传来 同盟军内部传出了消息 说找到了白锁城藏身的密室 里边白锁城竟然设了法坛 来诅咒同盟军 而且还请了巫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看整个的缅北及缅甸的一个最新的战报 根据同盟军通讯社的消息 在若开帮亲帮 根据若开军方面的消息 1月9号米洋来武装第540机动营 一支50余人的分队在若开帮庙巫镇与若开军发生了遭遇战 其间若开帮至少击毙了该分队的15人 击伤多人 若开武装在撤离交战区的途中呢 抓捕了三名贫民为其带路 在回到540机动营的基地以后呢 若开武装残忍的枪杀了这三名贫民 当晚若开武装炮击了庙屋城区 再造成贫民一死一伤 另外1月9号 亲邦百利瓦地区的战事十分激烈 期间呢 若开武装开出了战机驻战 1月10号凌晨4点左右 苗莱武装539营对交缩镇的阿宝瓦村 进行了炮击 造成当地贫民两人死亡 而在上午9点 苗莱武装开始对敏比亚镇的村庄 进行炮击 到10号上午炮击 造成一名贫民受伤 在克钦邦1月3号 苗莱武装一架MI-17运输直升机 在克钦邦被击落了 机上人员包括机长 索密丹少校 在内的八人全数坠落 1月9号 苗莱武装在 密之纳空军基地 为八人举行了葬礼 但八人的尸体都找不到 说在石阶省1月8号 当地革命联军使用了地雷 在蒙玉瓦镇伏击了 米亚莱武装一支 约40人组成的车队 当时该车队正在往 娘飘飘警察局运送 粮食补给 车队包括一名尚未在内的四人 被击伤 随后该车队分出了20余人 在蒙玉瓦曼德勒高速公路上 征用了一辆民用大卡车 准备将商员运往蒙玉瓦镇的医院 期间革命粮军再次予以重创 该分队包括一名上尉 在内多人死亡 6人重伤 1月7号10点11分 从瑞宝镇米西村出来的 标少提民团5人与人民保卫军 在仰基昂地区发生了遭遇 双方爆发了冲突 期间包括标少提民团领导人 在内的两个人被机密 另外一人手臂被击伤 在马归省 1月7号当地革命联军 使用无人机投弹 袭瑟九镇的警察局 和当地的标少提民团的 一名小头目住宅 并造成标少提民团 两名成员重伤 这就是用的无人机 确实是非常有香野的味道 此外革命联军在1月9号早上 近距离的伏击了 从椰瑟九镇 兴马耶基地 出来的标少提民团的车队 该车队内一名明昂兰武装成员 当场被击毙 另有四人重伤 在柏顾省1月9号的上午 革命联军在东淤淤县的 叫耶敌色镇 与明昂兰武装爆发了 约一个多小时的武装冲突 1月5号到8号 一名11岁儿童受伤 1月7号米亚兰武装307机动营 向塞诺基村发射了一枚120毫米的炮弹 造成该村一名69岁的男子受伤 1月8号11点5分 从东淤空军基地起飞的两架战斗机 向江宾村以及阿劳戴村之间的寺庙进行了轰炸 期间除了向该地区投下8枚炮弹以外 还使用机关枪进行了三次扫射 造成一名41岁的村民死亡 另外还有三名村民受伤 在曼德尔省1月8号早上9点 准备进入纳索基镇的 叫塞钦基村的免昂兰武装 在抵达塞钦基村附近 遭到人民保卫军使用无人机投弹袭击 据心无人机共投下了6枚炸弹 随后赶来增援的明莱武装 一路使用步枪等进行胡乱扫射 及攻击 这是整个的缅甸的战报 那么咱们再说到白老官白索成 白索成呢 现在呢 他的老宅已经被同盟军给抄家了 据说呢 抄出了不少好东西 也有很多廉价的什么镀金的 什么铜牛啊 这些工艺品是吧 我们最关心的是白索成一家子的下落 据进一步的这个抄家搜索的消息称 白索成所藏身的密室已经被同盟军给找到了 同盟军进了密室以后 大吃一惊 你知道这个人到了绝望的时候 他会干什么吗 到了绝望的时候就会求滚求神 是不是 你看老白家 这是被抄家的 当时被抄家的情景 还有一个密室被发现了 这个各位啊 那边说 这是什么呀 这是啊 这挂的都是什么呀 你们 往下仔细看啊 仔细看 你们看挂在什么窗户上 你们看到窗户上挂了两个什么呀 图片 对吗 这墙上有两个 这是什么呀 我告诉大家 这是咒语 这是缅文的咒语 图片是什么图片啊 同盟军把它拿下来以后 图片是什么呀 图片是三只猴子 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白索成啊 找巫婆 辅咒同盟军 白索成 是找上了巫婆 叫做艳阵三兄弟 艳阵三兄弟 什么意思 就是 那个用咒语 开法 诅咒 三兄弟 三兄弟不是三家联军吗 而且呢 倒挂在法事中 然后呢 用墙上的 两个法咒 墙上的两个法咒 来进行 对同盟军的诅咒 那法咒咱也不会念啊 这玩意儿也没法翻译 这玩意儿 这就等于说什么呢 就是到了最后的绝望的时刻了 教天天不应 教地地不灵 开始请巫婆 来进行诅咒了 这玩意儿能管用吗 战场上打仗 你打不过 你这艳阵 用这玩意儿 能损伤人家同盟军一根毛吗 所以说呀 白索成 这一家子是到了走投无路 你可想而知 他在白家的宅子里边逃亡的时候 心里边是有多么的绝望 是吧 这太可笑了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